面子叫老铁门包馅饼啊 这个面其实很软的 因为这是刚揪完的剂子啊 刚揪完的剂子 咱给它醒一醒 稍微醒一会儿 因为你这样一团用它就会起筋相 放这稍微醒一会儿 手上抹油酥 抹油酥之后它就会不粘你的手了 要不然它八量水肯定得粘手啊 剂子拿在手里咱们轻轻的团一团 让面稍微起一点筋相 起一点筋相 然后压扁 压扁之后咱们打馅 打馅儿馅儿尽量一次性给它打够啊 别忘了你的小红心帮烟子点亮老铁门 然后打完馅儿之后 这个皮呢是75克 馅儿呢是包完之后是120克 然后给它压下去 让你的面上来馅儿下去 然后顺着它的边缘走 会包包就会包它啊 左手的拇指要打馅儿 右手 右手的拇指在里边 两个手指去捏 捏捏捏捏捏拇指 好嘞 然后收口 包完周是这样的啊 然后收口 喘一喘 很重要这一步 然后给它抿过去 抿过去 下来一个 轻轻地被回来压扁 放馅进去 别忘了你的小红心 老天们免费的小红心帮燕子点点 来把馅压下去 如果你放的油特别多了 它不容易粘合 这个时候咱们要粘一点点的干面粉 燕子就教你在这个包饼的过程当中 遇到的一些情况 可以粘一点点干面粉 就粘在手上 打馅 这个左手 左手扒了一下 右手 左手拇指打馅 扒了 走 包完了是这种效果 看到了吧 中间有个小圆口 然后给它收紧 和口轻轻的传一传 好嘞 然后给它捏扁 给它压过去 这就是包完的馅饼 反面 正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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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